氣溫降低 結果中山大學室友住宿生反映說 宿舍沒有熱水 抨擊學校說是有錢蓋新校舍 沒有錢供應熱水 而且校方是坦承管理有舒適 而天氣冷 醫師也提醒民眾 除了身體保暖之外 也要做好腳步保暖 避免較中風 想洗熱水澡 卻發現水是冰的 耐不住髒的人 只好硬著頭皮洗 全身發抖 詢問周邊同學才發現 不是只有一人碰上 而是中山大學 學生宿舍好幾天都沒熱水 水很冰嘛 然後就洗澡的時候 當下就只想說 就是趕快洗一洗 然後就趕快離開了 對 在汗流來的那幾天 就比較嚴重這樣子 學生拿出宿舍的熱水系統 溫度表指控18號這天 有宿舍的熱水溫度 只有二十九點四度 還有好幾處也是在 三十三到三十八度左右 對此中山大學回應 熱水監控人員沒能及時發現 五一村的熱水 低於三十九度 卻有舒適 以提列懲處 並緊急排除 同時改進 而天氣冷 也是腳中風 耗發期 日前高醫收治 一名七十歲富人 因腳麻下肢冰冷 來求診 診斷後發現是俗稱 腳中風的急性下肢 動脈栓塞 我剛剛開始覺得冷冷的灰灰的 後來才覺得有一點顏色 會突然就蠻冰冷的 就是還會疼痛 然後開始會變麻 其實這一症狀 當然如果只是單一 可能還不夠明顯 其實應該就是你當 當他都加腫起來 而且是跟以前 就是不一樣的時候 你就要有所警覺 醫生說腳中風除了三高族群 要留意 氣溫奏降也容易發生 以急性腳中風來看 平常日每月約二到三例 但碰上寒流或低溫來襲 就可能翻倍 提醒民眾做好腳不保暖 因為腳是人的第二心臟 記者王庭 陳昇 坤高雄報導